第163课 是没有死亡这回事的 永恒是它的属性 死亡是小我思想体系特有的产物 它只是一个想法 一个念头 问题在于 我们把它当真了 小我的思想体系 逃不出成住坏空 逃不出生老病死 死亡 就是小我思想体系的 终极目标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核心 在有形有相的世界当中 这个死亡 可能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现 是可以变化的 可以幻化的 于是乎 很多时候 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我们被它的形形色色的化身 蒙蔽了 都没有办法一眼认出来 这个就是 小我思想体系的核心 死亡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死亡 在有形有形有相的世界当中 可以幻化到什么地步 让我们认都认不出来 第二句 它可能化身为悲哀 恐惧 焦虑 怀疑 也可能化身为愤怒 没信心 不信任 嫉妒 以及身体的挂虑 它还会化身为所有 想要成为非你的愿望 前来试探你 我们以为情绪 只是情绪啊 其实形形色色的情绪 只不过是小我 思想体系 核心 死亡的化身 幻化出来不同的样子而已 为什么 因为情绪 是有生灭的 有生灭的 等同于说 跟生老病死 承受坏控都是同一个套路 所以这些东西 没有离开 小我思想体系的核心 死亡 没有离开 小我思想体系的终极目标 死亡 它还会化身成为所有 想要成为非你的愿望 前来试探你 什么叫非你的愿望 一切从角色出发 为角色服务的愿望 全部都是非你的愿望 你是自信 你是灵性 你不是这个角色 他来试探你要你干嘛呢 看看你是不是继续上钩 继续听性小我的谗言 继续跟着 像 也就是跟着境遇反应 继续在这个游乐场当中 沉沦 这是第三句 这一切念头不过反映出 你把死亡 供奉为你的拯救者 及解放者 我们看到这个死亡 不要单纯的就关联到身体的死亡 这个死亡指代的就是小我的思想体系 因为小我的思想体系 核心 就是死亡 属性 就是死亡 我们把小我的思想体系 供奉为拯救者和解放者 指的就是 我以为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只有听小我的 我只有听小我的 才有可能 离苦得了 让我在这个苦海当中啊 稍微的好过一点 接着看到第二段 死亡之念 我们最当真了 我们把死亡当真 意味着 我们把身体当真 我们最怕这一句身体 有点什么毛病 或者说 这句身体 要死亡了 看到第二句 世间的友情生命 似乎都逃不出 她那哭搞的手掌 所有的希望及梦想 都得受她的摧残 所有的人生目标 都得透过她盲目的眼睛去看 把身体当真 把身体会死当真这件事情 使得我们 所有的人生目标 都偏移了 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保住这句身体 第三句 脆弱无助 以及离病之人 不能不在她的肖像前屈膝 认为只有她才是真的 无可避免的 且应该相信的 第四句 因为只有她 保证一定来临 在这个没有什么 靠得住的幻觉世界当中 一切的一切 生老病死成猪坏空 都是会幻化的 都是无常的 然而 死亡这件事情 好像逃不掉 是一定会来临的大结局 于是乎 乍一看 死亡在这个世间 都成了真理了 无条件的 一定会死 身体再好都会死 接着第三段 二三四句 又来了 只有死亡最可靠 因她 必会堂而皇之的降临 且绝不放过 掳掠一切生命的机会 好吧 世上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 把死亡供奉为 拯救者和解放者 那么同样的 这个死亡 只是小我 思想体系的 在世间的一个 有形有象的 化身 我们就是这样 把小我的思想体系 奉若神明的 一切都听她的 我们就是这样 认错老板的 接着看第四端 第一句 你可愿向这样的 偶像屈膝 这里的偶像 指的就是死亡 也就是指代了 小我的思想体系 第二句 上主的力量与大能 就这样被 尘土所造的偶像 窜读了 当把身体当真的时候 当把身体会死亡 这件事当真的时候 上主都救不了我们 神仙拿我们没办法 于是乎 我们就 相信小我的话 相信小我的思想体系 那么相信 小我的思想体系 等同于否定 上主 也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 所以小我 就是这样被扶上位的 上主的 这个地位 就是这样被拉下来的 于是看第三句 上主的对头 被封为造物之主 颠倒 众生颠倒 就是在这颠倒过来的 真正的 真正的造物主 是上主 但是我们看不见 我死的时候 上主救不了我们 那好吧 上主不是造物主 小我是造物主 我们就是这样颠倒过来的 这是第四句 天父与圣子的旨意 就这样 终于一败涂地 埋葬在死亡墓碑下的 正是神圣的上主之子 那具身体 这个后半句 不要单纯地理解为 上主之子的那具身体 埋葬在死亡的墓碑下 而是说 当上主之子 任小我为源头 为造物主的时候 等同于否定了自己的神圣本质 否定了自己是上主之子的属性 否定了自己的自性 那么埋藏在死亡墓碑下的 就是那个被否定了的 上主之子的真实身份 真相 然后第五段的第一句 他败得毫不光荣 他以沦为死亡的俘虏 这个他指的就是圣子 圣子 听信 小我的思想体系 就是沦为死亡的俘虏 第二句 死亡会亲自在他的墓碑上提字 却不提他的名字 因为他已经化为尘土 小我的思想体系 会在圣子的这个墓碑上提字 但是不会写 他是上主之子 因为当上主之子 把自己等同为一具身体的时候 当上主之子 相信小我的思想体系的时候 上主之子的神圣本质 已经被否定了 等同于上主之子 已经化为尘土 接着看第三句 墓碑上所写的 不外事 这里躺着的是上主已死的证人 这地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解释 第一种解释 承接 第二句的讲解 上主之子 认为自己是一具身体 认为这具身体会死亡的时候 等同于否定了自己的神圣本质 也就是真实的圣子已经死掉了 那么圣子跟上主 本质属性是一样的 圣子否定了自己的神圣本质 也就是否定了上主的真实属性 上主都是这样被扼杀的 这个叫做 躺着上主已死的证人 第二个解释的方向 当这个圣子 在梦境当中 觉得我就是这具身体 我就是会死亡的时候 上主根本救不了他 那不是等同没有上主 没有上主 就是等同于上主已死 从这两个方向来解释 都是讲得通的 接着第四句 他一次又一次的为人写悲 这里的他就是小我 小我一次又一次的 为否定自己神圣本质的圣子写悲 供奉他的人匍匐于地 也就是圣子的诸多分身 匍匐于地 满怀恐惧的地生复合 真是如此 复合什么呢 复合 是的是的 上主救不了我们 上主已经死了 只有小我 你才是 我们的拯救者 解放者 你才是我们的源头 接着第六段 第一句 只要供奉任何一种形式的死亡 你就不可能只接受 他的某些形式 而否认或逃避得了 你不喜欢的其他形式 要么就是全盘接受 要么就是全盘否定 没有办法接受一部分 否定一部分 供奉任何一种形式的死亡 就等同于说 认同小我的思想体系 我们在认同小我思想体系的时候 不可能说认同一部分小我的思想体系 同时又认同一部分圣灵的思想体系 这两者完全是相互矛盾的 要么就是全信 要么就是全不信 我们在实际 学习和羞耻 奇迹课程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会摇摆 有的时候我们听小我的 有的时候我们听圣灵的 我们会扭阳根的 没错 但是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片刻 既听小我又听圣灵 根本的做不到 我们在这一刻 可能摆荡到小我的思想体系这一边 但是摆荡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全盘相信 在这一刻 我们是全盘相信小我的思想体系的 同样的 我们摆荡到圣灵 相信圣灵思想体系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这一刻全然相信的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片刻 既相信小我又相信圣灵 根本做不到 接着第二句 因死亡是全面性的 第三句 万物不是难逃一死 就是永存不休 这就是非黑即白的 他俩的思想体系就是背道而驰的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是就是 不会有一点是有一点非 一个人怀孕了就怀孕了 不会怀一点孕 怀一点孕 那也叫怀孕 接着看第七段第一句 上主已死的观念如此颠倒是非 连神志不清的人都难以置信 圣子 即便被小我的思想体系 迷惑的神魂颠倒 神志不清 仍然觉得上主已死的观念 难以置信 为什么 看到第二句 因他暗示着 那一度活过的上主 不知怎的消失了 我们就先看到这前半段 上主 本来是存在的 本来是活着的 但是 圣子 认错 自己的真实身份 否定自己的 神圣本质 等同于 认小我做父 等同于 这个上主 就被这么扼杀了 所以再看这后半句 显然 是被那些 不想让他活下去的人 给杀了 敢问那个 不想让上主 活下去的是谁 答案很可怕 圣子就是通过 否定自己的 神圣本质 通过 否定自己 是上主的孩子 来扼杀上主的 神圣本质 我们读这一句话的时候 不要把 圣子 看成一个人 你也不要把上主 想成一个人 所以第四句 圣子只好与天父 一起同归于尽 圣子是谁呢 圣子不是那个角色 不是那个小我 为他营造的 自我意想 圣子是灵性 圣子是自信 跟他的天父一样 是灵性 是自信 当圣子 否定自己的 本质属性的时候 他自己 跟他的天父 都同归于尽 那么承接 第七段讲解当中的 这个故事情节 第八段 第一句 为此 死亡的信徒 不会不害怕的 圣子 真的相信 自己是那个 是父 逆子 怎么可能不害怕 但是 好在 这是圣子的一场梦 这是他的一个自以为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第三句 他们只要看清 这不过是自己的信念 当下就能摆脱他的束缚 这个故事 情节再可怕 再恐怖 我们只要认出来 这是在梦里发生的 那都没事 圣子仍然 神圣本质没有受到一点侵害 仍然 纯洁无罪 让我看到这六句 上主 不曾创造过死亡 上主的属性 是永恒 上主的创造 通过一体延伸 延伸出来的 也是永恒 死亡这种东西 小我营造的 小我捏造的 小我用他的分裂一念 营造出来的 有死就有生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分裂念头 即便死亡这件事情 在幻觉世界当中 看起来无比的真实 无法逃避 一定会 堂而皇之地降临 仿佛最可靠 劳不可破 但是 他本来 就是有分裂一念 这个条件而产生的 他看上去再无条件 他都是条件之下的产物 凡是条件之下的产物 就是幻觉 因为他可以变的 条件变了 他就会变 条件撤销 他就不存在 接着第七句 不论死亡化身为何物 都逃不出幻想之灵 可以参考 第一段第二句 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 不要再被这些 死亡的化身 给迷住了 第九句 他给我们一个机会 他给我们一个机会 越过死亡 而看到他背后的超人生命 我们拆掉这个分裂念头 拆掉这个分裂已经发生的条件 这个时候 就看到了 背后 那个不生不灭的 永恒的超人生命 今天暂时分享到这儿 下周一继续 明镜与点点栏目